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立法會議員張華峰的小女 前陣子就在住所裡從高處墮下不幸走了 這宗消息其實在網上討論罵得沸沸揚揚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人有誤傳 又說張華峰的小女就是這個手足 當然後來就有些人從她的小女的Facebook當中截了一些圖片出來 從她的言論當中得知 她根本不可能是手足 肯定是藍絲 與此同時 在民間也流行了一些因果報應論 這些論調其實是對於當權者有一個非常重大的警示 當然在這一節的討論當中 我不會對於她的小女的不幸事件有任何的價值判斷 我只不過是從我所觀察的社會現象當中去否斥一下 到底是出現了什麼嚴重的問題 現在我們一起去檢視一下 到底張華峰的小女在Facebook說了一些什麼說話 首先第一篇是在7月21日 大家知道721事件 就是這些白衣人在元朗西鐵站無差別來襲擊市民 但是她竟然在當日發表了這一則的文章 她說最近因為自己忙就忽略了香港現在面對的困境 幸好有人分享了守護香港集會的影片給我 守護香港集會就是撐警的集會 她說不幸的就是我暫時都沒有時間看完完整的片段 但是單純查了他們的理念就覺得很舒服 有空的時候我一定就會從頭看到落尾一秒都不會放過 這個守護香港集會讓我知道 支持者不單止是把垃圾自行全部剷得乾乾淨淨 還說垃圾一件都不會漏下 這個集會就是如此和平和溫暖 我很支持他們的理念 暴力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對話才是出路 我認為警察在這件事上多多少少都成為了犧牲品 暴力只會形成一個死循環 解決不了問題只會傷害香港 這個集會也是對暴力感到痛心和憂心 支持警察守護香港令我覺得很溫暖 明白到原來我有這麼多盟友 香港還有很多守護天使 在香港希望香港變得更加好 我不知道怎樣才能表達我對你們感謝的程度 我只能夠說感恩遇見感激分享 非常非常感謝你 Hashtag是寫著 守護香港 其實單憑這一則的帖文 就已經很清晰地知道 出現了721事件這個民意的轉捏點 完全是挑戰了香港市民對於道德 和人性的底線 竟然間他也在那天發表這一則的帖文 因此他就一定不會是手足 所以這一種的論調很明顯就是誤傳的 而且從這個文章當中 也是充分反映得出 這些就是藍絲他們普遍的想法 所以都幾乎肯定他是藍絲 而且其實Facebook還有另一則的帖文 但是那則就非常之長 我截錄了一段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就說到政治是沒有絕對的正確 所以每個人的意見都有其背後相信的理念和理由 所以他就覺得政府在這一點是做錯了 沒有好好地了解示威者的心聲 導致了示威者更激烈的行為 他就覺得香港政府是有點無能的 特首也沒有推出一個 好好令到雙方都滿足的方案 但是不能不說的就是 特首都有說不出的難處和辛苦 他雖然沒有好好地達到 保護全香港市民的職責是有錯的 但是大家有沒有體諒到 他也是只不過是一個人 沒有人是完美的 他認為大家對林鄭是過分嚴格 而且政府也不是由一個人組成 將所有責任要特首一個人承擔 他認為是不公平的 大家從這個言論當中就已經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他不可能是手足 因為林鄭作為一個地區的行政首長 他是一個不可推卸的責任 為造成這個聯局 但是你看到他的言論 他並不是這樣看的 在網路上大家都知道 無論是Facebook 討論區 很流行的就是因果論和報應論 這種論調流行 對於當權者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警示 反映得到市民對於現實強烈不滿之餘 就是那個無助感也是同樣強烈 你當權者是不得不去察覺 對嗎 你一定要重視這件事 你不要當那些人發一封 說完就算數 因為市民目前來說 他們就是沒有辦法改變到現狀 於是才會掃諸 這種因果報應的論調 但當然 這種論調 也是充滿華人特色 因為根據佛教的理論所說 我很皮毛 如果我說錯的話 你告訴我吧 佛教所說的報應 其實是說葉報 葉報只會跟隨自己 就不會報到其他人身上 其實這種會報到家人身上的因果報應論 就非常充滿了華人傳統特色 因為他們面對著這個現實非常不滿 可能是受到社會的壓迫 或者遭到一些鎮壓 但是有冤無路數 亦沒有改變到實際的情況 於是就看看天空能否幫得到什麼 一旦出現了 對於那些惡冠滿營的人 或者對於他們所不滿的人 他身邊的人出現了一些不幸的事件 都會被視為是一種因果報應 其實這種論調在歷史上 也是十分常見 反映得出 當時的社會已經去到極不穩定的情況 目前市民張對於 張華峰言論的不滿 就確及到他家人的遭遇 亦跟歷史上的這種情況非常之類似 所以就是對於當權者 一種非常之強烈的警示 張華峰的言論事實上 就是挑起了市民的不滿 包括他說贊成 那些速龍小隊在所謂執法的時候 就不需要展示他的警員編號 因為警員執法的時候 就應該是無後顧之憂的 或者他去到這個新屋嶺的時候 竟然說那裡沒有冷氣的 不過有槍 或者給別人的感覺就是 你說到這個新屋嶺 好像風涼水冷 環境清秀 當然就是會令到市民相當反感 第二點就是 你警察的所作所為 實在就是太過分超越了市民的道德和人性底線 而且在制度裏面完全是沒有制衡的 於是才會出現了這種因果報應論 其實這一種是相當之危險 對於當權者來說 你一定要正視和重視這個問題 你這個政權就一定要盡快在制度裏面 對於警察的藍權和行屍刑 是作出制約 否則市民完全失去耐性以後 他們就會開始去制度外邊尋求一種制約 這樣的話後果就會很結 在制度裏面的監察就已經完全失行 包括投訴警察課和監警會 已經是廢了 好了 獨立調查委員會市民喊足大半年 你都不理他 你就成立了一個所謂獨立檢討委員會來濫於充數 當然是沒有人收貨 你在制度裏面不做事的時候 市民會慢慢傾向制度外邊找一些力量出來 去制衡你這個警權 或者制衡你這班建制派 包括是什麼 包括就是這種因果報應論 也是制度外邊的一種力量 天也是一種力量 其次的就是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雖然他在美國國會那裡通過了這個條例 但是那個制裁都是指紋樓梯響 在這個制裁出現之前 其實制度外邊的力量仍然是空白的 當然這個就能做到 市民的包容程度和接受能力就會越來越強 所以你也不用再說什麼 愛比暴力強 與暴力割席這些廢話 市民就已經不會割席 而且 在你不斷的打壓之下 抗爭會不會走向地下化呢 如果會的話 你真是投行 這件事你真是不得不去正視和重視 而且市民 比較和理非那些 就是會用一個黃色經濟圈作為抗爭手段 他們就只是光顧黃店 不光顧藍店 那已經是夠麻煩了 第三就是市民這一刻 是空前團結 我想是自從開埠以來 最團結的一次 為什麼呢 因為被你那些警棍 催淚彈 橡膠子彈 布袋彈 全部射醒了 打醒了 高壓統治完全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你一定要正視五大訴求 因為五大訴求就是全體示威者當中 最大的公約數 你不去搞這個五大訴求 你反而就在這裡不停地 又說什麼 江游並濟 那樣那樣 止暴制亂 你是不對題 當你不對題的時候 現在就已經有警示給你了 市民原來是 普遍接受這種所謂因果報應論的 這個現象就已經反映得出 市民對於抗爭手段的包容程度 以及接受能力 比起九七以後任何一個時段 都是為之高 如果你這個政權 還不去正視問題的話 那麼後果就是一定不堪設想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